这就奇怪了 我们在零游潭的时候 也没有做什么亲密的举动 你怎么就失忆了 这可就要问问你了 到底是不是你 对我动手动脚的 最后对我闲助手的可是你 我 闲助手 你看 你竟然知道闲助手是什么意思 我 你果然没有失忆 好了 好了 你若是再愚钝一点 我就装不下去了 吓死我 对了 配合我一下 做个实验 不行 我可不想让你有事 我们墙头出剑时 我骂你什么 不记得了 你看你 非要拿自己当小白鼠 现在好了 一吻回到解放前 你怎么就不问问我 你我为何前过生死期 一通坠崖后 我又有多心痛 在玄陵大陆被不分开的时候 我又是如何找到你 守护你 追悔你的 你真的全都记得 永世难忘 可你就是不记得骂那种 王妃今日很猖狂啊 看来本王 要好好收拾你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什么都记起来了 我投降 而且呢 我有强烈的感觉 从李游潭回来之后呢 转换机制失灵了 我再也不会失忆了 这是真的吗 在昏迷的时候 我见到了你我 三生三世的记忆 这一切 都真切地 像发生在我身上一样 所以我这辈子 都不会忘记这些记忆了 太好了 我得晨晨终于完整地回来了 我想死你了 再也不要走了 好不好 一定是因为 这混珠的灵力 使你想起了一切 我仔细回忆了 我回忆了一下 我比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 早了数远 和失忆一样 应该都是 震魂珠的灵力 所导致的时空错乱 没有记忆的我 无法笃定地相信 你的承诺 甚至 怀你的用心 到哪里 我去看你了 好 好 我回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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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 最后关头呢 你从背后抱住了我 所以郑魂珠的灵力其实攻击的是我们两个人 又因为你跟郑魂珠特殊的联系 所以她停了下来 换句话说 是因为你对我的爱救了我们所有人 但是你以后不能再这么冒险行事了 若真的有什么最坏的打算 我们也要有一个人来照顾玉儿 这话我在灵魂坛里也跟你说过 现在你还反过来钓鱼我了 不过这么看来呀 皇上应该就是这个世界 取世一族郑魂珠的宿主 而且他很有可能还有离婚箫 我们只靠郑魂珠的灵力 怕是回不到原来那个冬月 肯定还有什么其他条件 但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 我想皇上跟萧镇定制到些线索 如果萧镇和我一样 能感受到镇魂珠的异动 甚至有功力可以部分控制镇魂珠 那就说明我们想要的答案 就在他和皇上手中 所以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探寻回去的方法 但是还是要小心谨慎才行 我总觉得皇上藏着什么 不可告人的计划 虽然之前觉得带孩子很累 还和你抱怨 可是小半年没见了 我真的很想他 相信我 咱们一定能回去